HELLO 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的這支影片我要來介紹 我在做畫圖直播教學時所用到的設備 那我之前有拍過一支影片是在介紹我的畫圖工具 裡面就有稍微提到我使用的直播設備 那在今天的這支影片當中我會先講一下 這段時間更新了哪些新的器材 以及更詳細的解說要怎麼去做這些器材的搭配 以及整體的配置 那也會講一下在使用YouTube直播 以及用Google Meet直播教學時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設定 以及配置方式 那如果你也是準備開始要進行直播教學 然後對器材的挑選有興趣 或是你已經正在進行直播教學 但是想要更提升你教學時畫面的質感 都可以繼續看這支影片喔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讓我們來把我的工作室給進空 那我自己主要是在教用iPad畫電繪 那在教畫畫這件事情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需要一個由上往下 可以撫拍我畫圖的動作的這個鏡頭 那我現在就從頭開始把這組器材架設回來 然後我會一邊解說為什麼會挑選這些器材 首先要介紹的是讓我完成可以撫拍這個角度 最重要的工程 就是這支燈架以及上面的橫桿 那雖然在直播的時候 平常主要都是固定在同一個角度 但我自己有時候也會拍攝一些YouTube的影片 有可能會需要一些不同角度的拍攝 所以這兩個可以調整高度跟角度的器材 對我來說就很方便 那另外一個我之所以會選擇用燈架 而不是用腳架的一個重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燈架它中間這段直的地方比較長 那只有在底部的地方才是三隻腳打開的 那如果用腳架的話就會在最上面這邊 就直接三隻腳打開這樣子有點太佔的空間 那另外呢在最前面我有放一個Z型的雲台 這個就是加了之後我覺得它可以這樣子調整 距離以及一些角度比較方便一點 那在我們開始把相機鎖上去之前呢 如果你也是用類似這樣的配置就是你的重心是比較高或是偏一邊的 就要注意一下因為這個東西它還蠻容易倒的 所以我會在底下放一些重物來固定它讓它不要倒下去 就拿一個帆布袋然後把一些舊的書啊 或是用不太到的一些比較重的物品塞進去 然後掉在燈架的底部就可以了 再來我們就把最重要的相機給鎖上去吧 那我使用的這組呢相機是SONY的α5100 鏡頭的話是SIGMA的1850這顆 那我會選擇這組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這台相機它有支援GLEAN HDMI 這樣子才可以作為拍攝時的畫面使用 那選擇這顆鏡頭呢 是我覺得1850這個焦段放在桌面上這個距離使用還蠻剛好的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為什麼我會使用相機 而不是用手機或視訊鏡頭來做直播的拍攝鏡頭 是因為用相機的話它才有辦法固定你的焦距 以及可以固定白平衡跟光圈 那在拍這種畫圖的畫面會比較強調 顏色要準確一點 那像視訊鏡頭它在色彩的表現上就沒那麼好 手機的話因為太聰明了 它會一直幫你修正自動的白平衡 還有自動調整對焦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也是要拍攝畫圖 或是有一些比較手部細部動作的教學 會蠻建議使用相機來拍攝 那再來呢我就要把相機的HDMI訊號 連接到電腦裡面就會用到這一組東西 那這個它叫做HDMI擷取盒 它的功能呢就是用來把相機變成一個視訊鏡頭的意思 就是你可以用電腦裡面任何內建打得開視訊鏡頭的軟體 來觀看相機的HDMI畫面 那這時候呢就需要這一條 它是一端是小的HDMI頭 一端是大的HDMI頭 把它連接到相機跟這個截取盒上面 另外一邊呢就是用Type-C的接頭 然後這端是USB就插到電腦 用相機做直播的話 如果你直播的時數可能會達到一個小時以上 像我自己就曾經有過直播四個小時 那我用一般的相機電池 你可能就要有兩顆去做充電跟替換 或是呢你也可以買這種叫做假電池 它就是塞在相機裡面 那另外一頭呢就是插到豆腐頭上面充電 就把它變成一個外接的充電器 那我就會在這邊多放一條延長線 來插這條假電池的線 那等一下這個延長線呢 也可以拿來充iPad或是手機 就是可以幫你這裡全部的設備做充電 現在主要的這個拍攝器材就架好了 那我們就來調整一下角度 然後打開電腦確認一下拍攝的畫面吧 在我之前那支影片裡面有講到說 我在拍攝的時候 我會把室內的燈都關掉 然後用兩邊的光源來幫我的手打光 那我後來就發現我桌子的這個位置 iPad是不會反射到任何光線的 這樣子就比較方便一點 不用在那邊把燈光切來切去的 那如果你是要做一個專門用來拍 直播教學的空間 然後要重新配置這些燈光燈源的話 就可以在一開始就把燈光避開 就不要把你的燈光放在房間 天花板的正中間可以放在兩側 或是直接用其他的光源來拍你的畫面 在直播的時候呢 為了讓我的聲音收音更清楚一點 我會另外接一個麥克風 那我買的就是一個比較方便的 用USB頭的麥克風 那只要把這個直接插到電腦上面 就可以有比較好一點的收音 再來我們就進到電腦裡面 開始設定Youtube直播用的OBS設置吧 那我用的OBS是這個Streamlabs 這邊進來之後 可以看到的是我原本已經設定好的 Youtube直播的畫面 可以看到左邊這裡有一個Sins 這邊按一個加 你就新增一個新的場景 好新場景這邊就是一片黑暗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可以在來源的加這邊按一下 先放一個背景的圖片 點這個影像 那這邊是我之前已經匯入過這個OBS裡面的一些檔案 所以就可以直接按新增來源 或是呢點這個改為新增來源 就可以從你的電腦裡面再去瀏覽檔案 這邊可以直接調整圖片的大小 那再放一個Logo 那再來就要放最重要的我們這個 這個相機拍到的畫面 按這個加這邊有一個視訊截取裝置 點一下 新增來源 裝置呢就選這個HDMI接取盒 這邊可以選擇你要的尺寸 一樣調整一下大小 那現在可以看到這個左右兩邊有黑黑的 只要按著電腦的Option 然後調整這個位置就可以把它切掉 那現在可以注意到呢這個相機的畫面是反過來的 我們可以把它旋轉成正的畫面 旁邊這裡呢可以把我們的臉放進去 按新增 一樣是視訊截取裝置 選擇內建的這個相機 這樣就可以把我的臉放在右下角的地方 那現在可以看到內建的這顆鏡頭 它的效果還蠻差的 就是畫面的顏色跟光線都不太好 所以我就會另外接一個外接的視訊鏡頭 重新新增一個來源 現在就有我外接的這個魔技的鏡頭 然後這樣就可以把你的臉放在右下角 那在這個位置呢 就可以把YouTube直播的時候的聊天室內容放進去 然後這個Chat Box 這裡呢它就給你預覽看一下文字跳出來的效果 這個就自己去做設定 那比較重要的是這個寬度高度的地方 看到這邊有個框框 寬度可能要窄一點 好把它放在這裡 那因為現在沒有在直播沒有訊息 所以會看不到文字的內容 好那在OBS的最下面這塊啊 我現在是留白的 因為這樣之後在演直播精華的時候 就可以把字幕放在這裡 就不會去擋到你畫圖或是你的臉的畫面 那在來源呢 也可以再放一些裝飾用的 像我之前有一個GIF 你看得到嗎 在這裡 就可以放很多小圖按上去 甚至可以放一些音效 我想說有人抖內你的時候 會有一些效果跑出來 那如果在直播的時候 想要拍攝一些畫圖的細節啊 可以直接把相機的鏡頭拉近 那我這個高度最近的話 是可以拉到這樣子 但我有時候想要示範一些細節 然後可能不想要有一些手的動作在上面干擾的話 也可以直接把你iPad的畫面投影到你的OBS裡面 那這邊我們新增一個場景 這邊點新增來源 那如果你點視訊擷取裝置的話 這邊有一個iPad可以給你選 但我自己是覺得用這個 直接選iPad當來源的時候 它投影的速度滿滿的 就是Lag蠻久的 所以呢我會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打開QuickTime Clear 然後點這個新增影片錄製之後 這裡來源一樣選iPad 那在這個QuickTime Clear裡面 就是你iPad現在的螢幕畫面 像這樣子就是沒有延遲沒有Lag的 好這個開好之後把它放到旁邊去 然後重新選一個來源 再次選視窗截取 這邊呢就會打開你所有現在打開的視窗 然後就找到我們的QuickTime Player 這樣就可以把你iPad的螢幕畫面放進來了 在直播的過程中呢 你就可以隨時切換你要用的場景 另外呢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有一個沒放進去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聲音 所以這邊記得再選一個來源 然後是音訊輸入截取 點進來之後 這邊裝置就可以選我們外接的麥克風 微微微 好在右下角這邊 你就可以監控看你的聲音 有沒有確實的傳進去 那如果你有多放一個iPad螢幕畫面的 這個場景的話 也要記得把你的聲音放進去 現在完成YouTube的設定了 那再來我要示範的是用Google Meet 直播上課的時候 要怎麼去做這些設備 還有軟體的設定 現在我們打開了Google Meet 然後電腦的這邊呢 現在的鏡頭是這顆外接的視訊鏡頭 但這次呢 我們就沒有要用QuickTime Player的這個方式 把iPad的畫面投影到Google Meet裡面 而是直接在iPad裡面點開Google Meet 然後加入會議 視訊跟聲音都把它關掉 然後按加入 那主要的這個呢 我要把視訊的來源改成是我的相機 點視訊 攝影機改成這個截取盒 那這個視訊調整光線要把它關掉 然後這個套用視覺效果也要把它關掉 這樣背景才不會變模糊的 但是現在呢 會發現我的螢幕畫面是反過來的 就是我這個相機的畫面是反過來的 那在Google Meet裡面呢 它沒有辦法直接把你的畫面旋轉 頂多就是讓你左右近視而已 所以這邊呢 就要把相機給轉過來 那現在我的Google Meet裡面呢 有我手的畫面嘛 那我一樣可以把iPad的螢幕投影進去 點一下分享螢幕畫面 現在這樣子就可以看到 有我的手以及我的iPad畫面 那雖然現在上下看起來 好像方向是左右顛倒的 那這個是視訊鏡頭 它為了讓你可以看自己 像照鏡子一樣的方式來看自己的臉 所以會讓你的畫面左右顛倒 但其實學生的角度在看的時候是正的 那在直播教畫畫的時候啊 如果都只有手跟畫圖的畫面 其實學生還蠻容易分心的 所以我還是會把我自己的臉 放進去Google Meet裡面 那這個時候呢 就拿出手機架擺在旁邊 然後把手機放上來 變成連手機都要加進去你的Google會議室裡面 那像這樣子呢 就同時有我的手的畫面 然後有iPad的螢幕跟我的臉 在這個Google Meet的會議室裡面 那雖然在Google Meet裡面 你不能自由去調整這些畫面的大小 但是同學們可以自己自由的去頂選 他要看誰的畫面 比方說我電腦這邊 我可以把我的臉固定在畫面上 或是主要想要看iPad畫面的話 就是把這個iPad畫面頂選在主畫面上 那這個就是Google Meet 直播教學的設定方式 以上就是今天的直播教學設備分享 那我會把使用到這些設備的型號 全部列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點開來看一下 那對影片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任何享受的話 或是還有什麼想要看的主題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讓我知道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感谢观看